去年11月 习近平主席同拜登总统 在旧金山举行了历史性会晤 达成20多项共识成果 明确了双方共同努力的旧金山愿景 在两国领导人引领下 中美加强沟通对话 王毅主任同沙利文助理 在曼谷举行了新一轮的会晤 经济 金融 商贸 气候行动 禁毒合作等工作组相继启动 中美农业联委会在华盛顿召开 双方还将举行中美人工智能 政府间对话机制首次会议 中美直航航班 从去年初的每周20班 已经增加到70班 中方正在积极地落实 习近平主席在旧金山宣布的 未来五年邀请五万名美国青少年 来华交流学习倡议 将设立美国青年使者 来华专项奖学金 过去一年 中美关系从巴黎岛抵达旧金山 从遭遇严重困难到实现止跌齐吻 历经艰苦努力 成果来自不易 需要倍加珍惜 双方要按照两个元首 破话的路线图 构筑排除干扰的防波体 汇聚交流合作的正能量 坚持相互尊重 和平共处 合作共赢 推动中美关系 稳定 健康 可持续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